伦纳德低头沉思生无可恋 罕见如此沮丧 赛后直言自己想打G4帮助快船队 NBA西部季后赛首轮G3 快船队在客场不敌独行侠队 大比分改写为1比2 科怀伦纳德再次表现低迷 他全场投篮7中4 只得到9分9篮板两助攻 还出现4次失误 伦纳德在进攻端犹豫不决 防守端被疯狂点名 简直与以往季后赛版本的战神卡截然不同 在第四节胜最后一分多钟 比赛已进入垃圾时间 伦纳德在场下休息时 被拍到几乎全程低垂着头 只用手指拨弄眉间 之后还若有所思 如此落寞的一幕 与凯里欧文的喜笑颜开 形成鲜明的对比 很显然 伦纳德对于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 膝盖发炎的伤病 让他攻防两端的威力骤降 这让他感到明显的无力感 伦纳德谈到下一场比赛时表示 自己想出战 他想上场打球帮助快船队 赛季这个阶段出现伤病情况 让他感到很沮丧 要是伦纳德找不回 常规赛阶段的出色状态 快船队想冲出这轮系列赛就难了